嗨 各位歡迎收聽尬聊音樂 嘿嘿 我是Kennigy 今天呢馬上來介紹我這次想要介紹的歌曲 我們把尬聊的東西放到後面講好了 今天呢我第一首我想要介紹的歌曲呢 來自潤家瑄Selena的四季 終於 終於回來了 應該有睽違兩年多了吧 從2018年9月他們的那個17週年的演唱會 大家發現他的聲音有狀況到現在 雖然去年12月的時候 然後Selena還有推出那個翻唱的單曲 心如之水 但是從2018年到現在 是第一首完完全全全新的作品 叫做四季 那其實這兩年內他也有接受採訪 去報導說啦 這兩年多來他其實跑遍了各大名醫 就是不管去檢查自己的聲帶狀況啊 或者是喉嚨啊 然後 身理上的狀況也都去問透透了啦 他甚至一度還懷疑 是不是心理上的問題所導致他的聲音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他也去看了心理醫生 結果 完完全全查不出病因 最後呢他遇到了一位老師 其實用比較科學的角度來跟他解析這個狀況說 每個人其實在不同的階段 都有可能遇到變身期 那Selena自己也是接受這樣子的解釋 這樣子的講法 他的變身期在38歲的時候來了 所以這一次的作品呢 展現了他現在 我覺得是最好聽 然後最迷人的中低音 那這首歌四季的概念 其實也算是因應整個 2020的時代潮流啦 怎麼說呢 就是說這個 現在這個大疫情時代啊 大家都不能出國玩嘛 大家都只能待在家 其實我覺得台灣已經算是 好像在這個地球上面被 額外隔出來的國戰 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就是說 整個全世界被疫情影響的這麼大 然後這麼嚴重的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們台灣從疫情發生到現在的每一個連假 大家都是玩得樂此不疲的 就是沒有一個連假是大家躲在家裡面 就是想說啊疫情大家不要出去 每個連假都是塞爆啊 對不對 從清明節 端午節 然後到剛結束的中秋節還有國慶連假 哪一個連假是沒有塞車 然後票訂得到的 都訂不到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很感謝了啦 就是一方面我覺得大家很怕死吧 我覺得台灣人是很怕死的一個 一個民族 怎麼說就是 大家可能怕得到 大家對病毒這種不可預防的 這種威脅性是感受性非常強烈的 所以你知道我們口罩賣光 然後那時候不是還要推動什麼口罩的國家隊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有一方面 該感謝的還是台灣人自己本身 因為我們真的太怕死了 怕死到我們真的是任何意思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 我自己啦從疫情開始 最嚴重那時候 因為我 畢竟還是得要上班嘛 然後每天回來我真的是 只差沒有把酒精喝下去了 真的是酒精噴全身 我媽才會讓我進家門 因為我出門過了 所以其實大家對於這個防疫的觀念 蠻根深蒂固 而且很有Sense 才能導致我們現在 真的是每一個連假 或是每一個假期 大家都比較能夠安心的出去玩啦 雖然不能出國 但是在台灣玩也是蠻好的 所以這一首歌呢 其實就是說 Selena希望她可以陪著大家 在這個一年四季當中 她在暖春的時候 可以當大家的一朵香花 就是很香的花朵 然後在炎夏的時候 可以當大家的一杯冰茶 在涼秋的時候呢 可以當大家的一盞燭光 在寒冬的時候 可以當大家的一道暖陽 溫暖的陽光 溫暖的太陽 所以就是希望這首歌可以 陪著大家度過這一年四季 也是往後的 不管是明年後年之後的一年四季 這首歌都可以一直陪著大家 所以她是一個非常輕快 然後溫暖的歌曲 而且這一次她也首次挑戰了 Rap 就是有饒舌的片段 在這首歌當中 那她也第一次參與了 歌曲後面的後製啊 混音的部分 算是一首她整個全程都參與其中的作品 介紹給大家四季 我覺得歌手有去參與後製跟混音這個過程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自己有在玩那個 就是音樂軟體啊 然後我也會錄一些自己喜歡的翻唱啊什麼的 真的很難 真的是很難 她完完全全就是一個科學 她已經不是說你現在有 你會作詞作曲 你就可以寫好一首歌 沒有 你如果要把它錄成一首單曲 你真的是要進到錄音室去了解那整個儀器 然後整個後面的軟體啊 要怎麼弄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專業 然後是一門很強大的學問 我自己有在看過有些文章 因為我也有朋友是在錄音室工作的 然後他最近PO了一個文章 就是說為什麼大家想要圓自己的夢 卻要花這麼大的錢 我的圓夢就是說 其實很多人會寫歌會創作嘛 然後他們不會編曲 所以他們就會去找錄音室 去讓專業的人來幫他編曲 可是你知道一首歌 比較便宜 或者是價位沒有這麼高的錄音師 或是錄音室 你要幫他編曲都可能要來個 一兩萬兩三萬是跑不掉的 所以就不用說那種非常專業 或是知名度很高的錄音室了 那已經是一首歌 四五萬以上是一定有啦 所以它的價位很高 但是你不能否認就是說 這些人的專業是你完完全全 觸碰不到的你知道嗎 就是你會創作 你會寫詞寫曲 基本上沒有用 因為你要進到錄音室 要把這首歌錄好 你後面的編曲要編好 那就是另外一個領域的事情了 已經不是你只會作詞作曲 這麼簡單的事情而已 所以我覺得 如果有這樣子夢想的大家 第一個就是 先撐好錢啊 或者是你會吉他 會鋼琴啊 你就幫自己編一個 輕鬆的伴奏就好了 如果你真的是要把它變成真的很 專業的一首歌是可以在 音樂平台上面播放給大家聽的話 好就是先存錢 這些專業是真的是我們 一般人沒有學是完完全全不會懂的 所以 第一首歌介紹給大家 來自四季是Selina任佳萱 算是離開SH以來的第一首全新的作品 第二首歌曲呢我想要介紹到的是 邱峰澤的你的好人 其實這首歌發行有一段時間了啦 然後我真的要說 邱峰澤真的是一位非常非常會作曲的歌手 如果大家對他有興趣 有去聽他歌曲的話 你會發現他現在所有發行的作品裡面 每一首歌的曲 要嘛是他自己寫的 要嘛就是他跟別人合作的 所以基本上呢 他就是完全參與了曲的創作 但是詞的部分呢他就 沒有算是完全參與啦 因為他會廣邀各路的好友們 來幫他填詞這樣子 那這一次呢 這首歌你的好人 我覺得一樣是沿用了狼人殺的整個系統 來完成這個作品啦 因為他歌詞裡面有講到像是 忽略我發言啊 平民不奢求 你看平民對不對 狼人殺才有平民啊 然後盤他的溫柔 盤欸這個動詞 盤邏輯的盤有沒有 盤他的溫柔 後面還有講到聯繫到最後 這個聯繫是劇情聯不聯繫 也就是說 狼人殺不就是分白天黑夜 白天黑夜白天黑夜嗎 你 作為一個狼人 或是作為一個好人 你怎麼樣 把你 這一局的發言 就是這一天的發言 跟你上一天的發言 聯起來這樣子啊 聯繫到最後 然後最後還有說 甘願啊一刀 被刀嘛 刀掉你這樣子 所以其實 我一開始啊 都還是會去 數說他們這些 就是狼人殺的歌手們啊 到底出了 為了狼人殺出了幾首作品 後來我就不數了 太多了啦 就基本上呢 我是希望他們這些歌手可以 繼續出這些作品啊 然後累積到可以看一場演唱會的長度 然後就直接開一場演唱會 這樣子 我覺得是最好最好的 結果這樣子 他們真的很紅耶 他們紅到不行 尤其我學生超愛他們 就是我學生是可以是千里迢迢 他們如果有 呃 簽唱會啊 或是有什麼活動啊 他們都可以殺去支持 然後每個星期都在跟我們講 都在跟我講說 啊五劍琴又出新歌 五劍琴又出新歌 要去聽啊 或是裡面誰誰誰 陳林九啊 秋風哲還是韋靜啊 誰誰又出歌要叫我去聽 又出單曲這樣子 然後都說 嗯好喔 好謝謝 哇好棒喔 就說你在上課不要跟我聊這個嘛 我後來都跟你們講說 拜託你們上課好好上 我們可以輕鬆的時候 留到快下課的時候 我在大肆的跟你們聊 我覺得這個 這個狀態是有變好 就是他們上課真的有認真一點 然後快下課的時候 我們就會聊這些歌 因為我自己也會聽嘛 然後這首歌呢 其實我很喜歡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曲風 就是說一架鋼琴 然後歌曲要到高潮點的時候 加鼓進來 讓整個歌比較澎湃 其實 滿單純的曲風 我很喜歡啦 我就是很喜歡這樣子的風格 然後像是他們五劍琴之前出的那個 all day啊 也是這樣子很簡單 很chill的這樣子的曲風 我覺得很抓耳朵啦 就是我是很喜歡這樣子的 音樂性的 而且也蠻朗朗上口 就是你會 你會唱他的歌詞 基本上你就會唱這首歌了 然後說到那個all day 我前幾天有看到那個小賴 在有一個youtube頻道 他跟那個丹妮表姐還有季思浩 他們有一個youtube頻道 叫做眾可未開放間 然後他在裡面有分享到說 他們拍all day這首歌的mv的時候 有發生了一個靈異事件 我自己覺得蠻毛鼓悚然的 就是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聽聽看 然後說靈異事件啊 算了我今天想要分享歌 也分享完才十分鐘 我後面來跟大家講一下我 前一陣子發生什麼事好了 其實也不知道 也沒有前一陣子 其實也蠻久了 大概是 好像去年 去年年底的時候 還是什麼時候 我忘了 反正我記得是冬天的時候 要嘛是今年一二月 要嘛就是去年 去年年底冬天的時候 我覺得這真的很劣奇啊 這是一個很劣奇的故事 有一天呢 我朋友星期一 從台北來找我 我住台中 從台北來找我玩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去玩了一整天啊 吃飯啊什麼的 然後回到家那一天晚上 我就 我就 我就被鬼壓床了 而且那個是很真實的喔 就是我以前 我以前只要太累 是真的有不能動的 就是睡覺睡覺不能動的時候 可是因為我講求是說 我這個不能動 不能稱之為叫鬼壓床 因為我張開眼睛 我確實沒有看到任何東西 我就覺得是我自己身體太累 所以我都不覺得我被 就是真的是有被鬼壓過 就是我以前發生過這些 睡覺睡到一半身體不能動的狀況 我都不覺得它是鬼壓床 因為我眼睛張開是 就是房間就是空空的啊 就是沒有人這樣子 所以呢 這一次我那一天睡覺 就是那一天星期一睡覺睡到一半的時候呢 我是先做了 先做了一個夢 就是我夢到我的身體 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 逃出絕命症 就是那個黑人的那一部電影 逃出絕命症 然後裡面那個媽媽不是對那個 男主角用催眠術嗎 就是刮那個背衣員這樣 然後那個男主角就會 他的意識會整個沉到 就是無底深淵 但是他的畫面還是會停留在那個地方 然後他身體不能動 大家如果有看我們的話 好我大概就講一下 就是你的身體不能動 但是你的意識是一直往下沉 一直往下沉 一直往下沉的這樣子 然後沉到你沒有辦法控制你的身體 但是你還是看得到 你眼睛看出來的這個畫面 沒錯我那一天就是做了 一模一樣的這個狀況的夢 就是我夢到我躺在我的床上 但是我整個人是 就是瞬間從 就是他的那個沉下去的 不是瞬間掉下去 他沉下去很像 我坐在一張水床上面 然後水床突然被刺破了 所以我的 就是從腳的地方突然被刺破了 然後我的腳就跟著 腳先下去 然後身體順著腳這樣 這樣沉下去的那種感覺 然後一直沉一直沉 然後我就聽到水的聲音這樣 就是我真的是 就是進到水裡面的這種感覺 讓我身體不能動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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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做這種 這麼雞巴的夢 你知道嗎 就是 你睡到睡 睡到一半做噩夢 真的是心情會很差 我那時候心情只有很差 我沒有感到害怕 那時候我心情非常非常不好 然後說 媽的怎麼會這種 爛夢 因為我就是 勢必得要起來 我才會結束這個夢 因為它就是一直沉 沉到不行 然後很不舒服 因為我沒有辦法控制我身體 所以 我那時候眼睛還沒有張開 只是我就 試著去動我的手腳 然後 花 大概花了大概有十秒鐘吧 我覺得沒有很久 大概幾秒鐘的時間 我身體就可以動了 然後它就這樣 浮起來的這種感覺 就是浮起來浮到我的身體裡面 就是我又可以控制我的身體 然後 我夢中的房間的樣子 就是變得立體了 不是一個畫面感這樣子 然後 這是第一個夢 我想說 就做夢做夢 所以我眼睛也沒張開 我也沒幹嘛 我就翻個身 抱著我旁邊那個 就是我的旁邊的大枕頭 我就繼續睡一下 欸 對 繼續睡下去 然後又睡 因為你睡著還是會動嘛 反正我睡一睡 就 我好像又翻回正面了 然後又睡到一半的時候 一模一樣的夢 這一次是先從頭沉下去 就這樣 這樣沉下去 然後又是水的聲音這樣 就是一直有水的聲音 然後 感覺我就是膩 膩在裡面 就是膩在這個水裡面 然後 一直瘋狂往下沉 一直瘋狂往下沉 然後這個時候我已經覺得 這應該不是做夢的關係了 因為我的意識太清楚了 就是我 我完全可以思考到 我現在不是在做夢 我現在身體就是在往下沉 但是我人還在床上 只是我眼睛沒張開而已 然後我四肢是沒有辦法動的 那個時候的狀況是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 因為我還是 我的感覺是我繼續在往下沉 我那時候就對自己 心裡喊話 我就說 我要張開眼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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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第二次做夢的時候 我想要 動我的手和腳去喚醒這個夢 已經沒有辦法了 就是我 就真的是不能動的狀況 然後我就想說 我要張開眼睛 我就真的把眼睛張開 有機會我前面說什麼 我以前被 就是有這樣子的狀況 我都是張開眼睛發現沒有東西 這一次我張開眼睛 我發現我的左上方 就是在天花板 左邊天花板最角落的那個角角 我看到了一個 全身穿黑色衣服 然後破破爛爛 有點像斗篷 它有點像是 哈利波特裡面的催狂魔 但是沒有這麼大隻 但是就是 不是真的是斗篷狀 但是他的衣服 基本上就是這種破破爛爛的 一個男生 然後用 就是用跑步的那個 跑法 朝我這邊跑過來 然後 但是他跑的時候 他是 他是朝我這邊跑 但是他是在原地跑 然後我真的是 可是嚇到 因為你知道 大家為什麼說 嚇到的時候 有些人會嚇到 尿尿 或是嚇到 就是 就是會 什麼的 我就是有根據 因為我那時候張開眼睛的時候 我真的是 嚇傻 我 我沒有叫出來 但是我真的是嚇傻 因為我 壓根沒有想到說 我房間真的有 東西在 而且我還看到了 就是一個 這麼清楚的人 朝我這樣跑過來 然後他的 他的皮膚是 呃 慘綠色 欸不是慘綠色 慘白色 灰白灰白 然後有點 青苔綠的 這一種感覺 你看我看得多 多細 就是連他皮膚 我都看得出來 然後 他朝我這邊跑嘛 我那時候真的是嚇到 然後嚇到那個瞬間 我才體會到 為什麼有些人嚇到的時候 會 就是 會閃尿 刷賽 是因為嚇到那個瞬間 脊椎後面是會 瞬間無力的欸 就是我那時候嚇到的時候 不是心裡嚇到 也不是頭腦嚇到 是我的脊椎 尾椎的最尾端 接近PPL那個地方 是會瞬間無力 然後很痠 非常非常的痠 然後那時候 嚇到那兩秒鐘 他還在朝我跑過來 但是他一直都 在原地奔跑 然後是很 我覺得是很兇的 想要跟我 就是想要 想要幹嘛 想要攻擊我的那種狀況 然後那時候 因為 我看了他兩秒 他還在跑 我就說 不然有 我那時候心裡 只是想著一件事情 就說 不然你有什麼事情 你到我旁邊來講 你不要這樣 然後他就不見了 就是他 眨個眼又不見了 所以我看他 看了兩秒到五秒吧 就兩秒過後 我想了這個想法 然後差不多到 第四秒 第五秒的時候 的那一次的眨眼 他就不見了 然後就瞬間 把我的電燈打開 我整晚 那好像才兩點多 還三點 我有點忘記了 我就沒有睡覺 一直在 因為我那時候一直在思考說 為什麼會這樣 就我今天也沒幹嘛 我今天就是陪我朋友去吃飯 我們那天玩得非常開心 我們那天就是早上吃飯 下午喝下午茶 晚上再吃飯這樣子 所以我想說 怎麼了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很怕 我很怕 雖然他 不見了 但是我還是覺得 我房間就是有一個東西在 所以我也沒有打算 再繼續睡下去 然後我就 後來早上我就跟我媽 講了這件事情 然後 因為他有認識 那時候有認識 一些宮廟的師姐 有去問 然後 師姐後來也沒有說什麼 可是我 我一直在回想說 這個狀況到底是什麼時候發 就是怎麼會發生 因為我遇到我朋友 星期一的時候 我遇到我朋友 我後來就開始往前推 很 很懸 跟我吃飯的這個朋友 我叫他A朋友好了 他在星期天的時候 跟B朋友 有見過面 是我們共同的朋友 跟B朋友見過面 這個B朋友呢 這個B朋友 跟A朋友見面的前一個禮拜 剛從韓國回來 假如說他從禮拜六 韓國回來好了 他從禮拜天 一直到下個禮拜天 跟B見面這一個禮拜 他出了三次的車禍 而且 都是越來越嚴重 他第三次跟殺死車插撞 好險人沒有怎麼樣 殺死車耶 殺死車喔 大家聽好 第三次的時候他跟殺死車插撞 人沒有怎麼樣 但是就有受傷 然後他一直去走宮廟 一直去 因為第三次車禍 他已經有點嚇到 他有去拜拜啊 他什麼的 其實他出第一次車禍的時候 自摔的時候 他就有去拜拜了 但是沒有 就又出了第二次跟第三次嘛 沒有用 然後 後來禮拜天 他就跟 那個A朋友見面 然後A禮拜一的時候 就來找我玩 然後我禮拜一晚上就被壓 所以我一開始其實沒有想到 是B朋友的問題 因為我這樣往前推 我就只問B一個問題 就是那天被壓完之後 星期二 我就傳訊息跟問那個B朋友說 你去韓國有沒有 我只想到這個問題 我其他問題都沒有想到 我說你去韓國的時候 有沒有去類似廟或是宮的地方 觀光或是去幹嘛 他說有啊 我有去一個地方啊 那個廟在海邊 在海邊 我想說啊 那應該就是他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其實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問說你有沒有去公廟 這是一個很無來由的疑問 它是一個很瞬間的疑問 想要問這件事情 所以 如果你們問我說 你怎麼會想要問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 我心裡 腦海裡就想到說 應該問一下他有沒有去類似公廟 或是廟的地方 然後他去了那個廟 就是在海邊 我做夢就是沉到水裡面 這真的是我第一次 有史以來 人生中第一次 就是被 真的是被鬼壓 張開眼睛還有看到東西了 太太 我覺得那個畫面太 被永生難忘 就是那個人 在我的 房間的 左上角落 然後 高高的在那邊 要朝我 跑過來 那個畫面 對 這就是我 差不多去年 我記得應該是去年 應該是去年 年底 就是冬天的時候 發生的事情 分享給大家 就是這個 那個故事 然後 其實我 大學也有發生一些 就是 大學也有遇過一些事情 那 之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講 我是剛好這一次 就是分享到邱鋒哲這首歌 然後想到 歐對 又想到小賴 他在YouTube上面 講 講過這個故事 然後才 突然想 可以分享一下 反正我後面也沒幹嘛嗎 我想要分享 歌就分享完了 然後還有時間這麼長 我們就來 尬聊到底 好不好 這一次呢 介紹的兩首歌曲 分別來自 Selena人家宣 發行的四季 然後第二首歌曲呢 是邱鋒哲的 你的好人 是非常好聽的兩首作品 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就到這邊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